上馬車夜出去玩 大家好 我是阿威 開車的這個字 巴萊克 大家好 我是巴萊克 然後我們今天呢 要去屏東跑拉力賽啦 這次的我愛滿洲的這個拉力賽活動 我們現在正在含夏的路程 到時候見 好 掰掰 哈囉 各位朋友 我們抵達了比賽的會場 然後這邊是所有車手 要把車子開進來的第一個集合點 那待會我們就來帶大家看一下 今天的比賽車有哪一些吧 走 這一區很多的黑白 然後後面的這一台 這個看起來是狠角色啦 Integra DC-5 這車超會跑的喔 隨便改都是三四百匹的神獸 看到那邊有一台很特別的車 Evolution 大家看一下 大家的引擎應該都關著了 你知道為什麼嗎 大家好 我是阿威 我不知道為什麼 不是我說阿威很誠實 因為比賽車啊 多少都有引擎上的動力的調整 那我們台灣的法規 對這種改裝品都非常的不友善 來 大家看一下我心目中啊 第一台的JDM車 EVO七代 超美的耶 4G63 然後它是四驅車 所以在爬坡賽 這台車都非常強 然後拉力賽都不用講 以前在1990年代左右的 EVO跟Impreza的這個對戰傳奇 堪稱經典啦好不好 看一下這個超厲害的一台 來 硬皮煞 所以這個引擎有改鍛造嗎 STI 紅頭的引擎 紅頭引擎 對 紅頭引擎 哇 天皮愛的 跟EJ25是不一樣 不一樣 它是2000cc的紅頭 蠻有意思的 就是不追求大CC 我們求一個平衡 好拉力的話 不一定是CC數大 只有像力寶那種 CC數大比較思想 這個CC數大不思想 山路裡面那麼小條 西數大你根本就看不懂 不靈活 均衡性 在跑拉力是非常重要的一個特體 也是很多車隊要去面對到的問題 車主有另外一台車對車 要讓我們來看一下 單凸組的K8 我們來看一下引擎蓋裡面長什麼樣子 俗稱統規賽的 統規賽的玩法 統規賽就是單凸 通常看到喜美 看到這種叫做直接點火 以前都是分電盤 那你看到直接點火 基本上它就是電腦就是有改過 那電腦的話就是用那種 它全取代電腦的話 它就有辦法去做到這種直點 最早E-MAGE當然做不到 從V-PRO開始就可以做到直點 當然現在已經先進到 用美國的電腦 用美國的電腦的話 它的運算速度就會很快 就是噴又點火 它夠準 它比如說舉例 我舉個例 今天你現在是在8000轉 你這一剛爆炸點火 它下一次在爆炸點火的時候 它已經算好了 這就是什麼 就是電腦夠強 它才有辦法 比如說它可以做彈射模式 它彈射模式大概是這樣子 就是說今天 我們在原地在起跑的時候 一般以前沒有彈射模式的時候 可能一打滑離這裡 放著 就在原地 輪胎有點原地空轉 你馬力坐在大 幾乎都是原地空轉 那這個時候呢 它彈射模式鞋下去的時候 你會這樣 抓住地面 它的原理是什麼 它把四個輪子的輪數 透過ABS的齒輪 送進去你的電腦 送去電腦的時候 你只要有前輪後輪不一樣 電腦先幫你退電火 然後當你輪胎前後輪的輪數都一樣 或左右輪數都一樣的時候 它就幫你進回來 你怎麼腳怎麼放離合器 什麼比人的反應 是電腦運算的 所以像這種彈射模式的話 通常就差就是這兩秒 因為你在原地空轉 浪費掉 浪費掉 對 所以這就是新的電腦 新的科技 我們剛剛講的這個電腦升級啊 一定要有很健康的硬體去跟上 如果進一個原廠車 你換一個好電腦 你馬力可能不過增加個5PC 就很像現在很多人常說 刷什麼一接二接 頂多是這樣子而已 當你疫情有經過大改鍛造的時候 壓縮比也做得高的時候 這時候你就需要好的電腦 去幫你讓你的硬體能夠活得更久 噴油點火夠準確 在以前20年前 比如像這種K820年前的時候 他們電腦如果不夠好 他通常在Tuner就是寫程式的 他會幫你寫濃一點 為什麼要保護引擎 可是現在的不用 現在的好電腦的時候 他隨時隨地寬鬱的涵氧 幫你算下去的時候 隨地幫你修正 過濃是什麼 NO GO 你有沒有聽過 過溪的話就是吸波燃燒嘛 對不對 吸波燃燒就會危險嘛 進氣的部分有改嗎 進氣就是一般的我們現在看到 以前的想法的非常 或者是這個高流量 你可以講基本改吧 就是以前那個思維的基本改 大家我們繼續往下一台車邁進 看看有什麼有趣的車子 想跟大家介紹這台March 有聽說你的這台車非常的不得了 就是什麼都沒改 延長引擎的樣子 85匹開這種拉力賽 剩75匹而已 剩75匹 對 剩75匹而已 還好還不錯 我剛剛看那個路線其實很適合他 其實我覺得整個路線全路都是他 因為他這個路很像那個之前那個 東四林場那個 流量啦 因為選擇他就是因為他流量 車又小 走短 車輕 對 可是而且你這種路 其實你馬力應該也吃不太到 所以其實 三四百匹也不一定 這個會稍微吃香一點 今年感覺很多 認識的都很期待你這台March 不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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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現在場面沒有March 就只剩我一個 你其實你要改起來 它的動力 你沒有什麼東西可以改 改SR20也不一定是好 沒辦法 你那個其實車路太重 你反而嚴重推頭 所以我才會去 我因為我還有另外一台 也是喜美 所以說就是看場地 然後選擇參加賽事 哥哥你是專業拉力賽車手 好玩好玩 然後來這邊都是好玩 對 精進自己啦 每一年都來精進一次 對啊 沒問題 有賽事就來參加 還不錯 有信心第一嗎今年 如果沒有出去 應該是有一點機會 沒有出去 則是出去懸崖 對 不要撞 應該是可以 對啊 因為其實我這樣是 裡面的速度應該 我覺得大事實上差不多了 你再怎麼快應該就是都壓 太快你殺不住沒有用 它都是碎石路段 所以這個決勝負 我覺得應該是 煞車的細膩度 差別在這裡 我們繼續看看其他車輛 哇 EVO 今年的拉力賽事 其實蠻多是用四驅車來跑的 今年的賽車 非常多的硬皮煞跟EVO 滿周拉力賽的賽道 SS1到最後一個SS 可能都是非常的陡峭的 然後很多急彎 然後又很多碎石頭 所以你的車子搭配的平衡心 都超級重要的 車學會的汽車拉力新手執照考題 那考完這個 他會給你一個FIA的車手執照 這一次的房車拉力新手課程 做得很可愛 這裡面就是所有的入門指引 參加拉力賽車需要知道的所有知識 還有特別規則 待會就來上課啦 2 2 5 4 4 5 6 6 7 8 2-1 走 值100,現在走直角 左1,然後右1上 只要50 只要50又10腳 只要50腳 6以上 來來來 9以上 左一左一 這個左一 看到六號牌左一 這個左一 然後右一 右一下 右一下 看到現在要牌 右一上 八百左二上 左二上 上摸四排 右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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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右二喔 右 接著右三下 接著左髮夾 左髮夾 然後直一擺 直一擺 看到 看到 看到十號牌 右三 右三 這個 右二 右二 這個 左一 左一 看到十二號牌 右二 上跳 右二 上跳 這個 右二 上跳 右下 右二 右一 左一 右一 右一 看到腳椎是不是要出 是不是要出 13號路牌前面靠左 前面又一上 又一上 又一下 又一下 這邊有跳要注意 右大U3 右大U3 左大U3 左大U3 右大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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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一左一 右二下 左二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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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三個箭頭右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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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落實了 好 右右U 右U 16號牌之後 左大U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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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個 右U2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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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右U3 右U2下 右U3 左U3 左U4 右U2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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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攻 左U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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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右U3 左U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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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右U3 左U4 左U4 左U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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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間也做得不錯 頒獎環節 拿到獎盃啦 薩瑪誠業第四出來 直接把獎盃帶走 我們拿到賓士主的亞軍 然後我們也同時包辦了季軍 前三名有兩名是我們家的啦 真的很開心 好啦 這支影片就到這邊啦 還有什麼想看的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